非洲有許多黃金礦場 因為礦災帶走 一條又一條無辜的生命 2010年加拿就發生一場災變 150人慘遭活埋 後來聯誼傳聞不斷 引起一位公民記者莫子採訪 揭開這醜陋的重重黑幕 暗無天日的地底下 只要發現黃金 就算有被早期毒死的風險 工人們仍前不後繼 你有想過什麼嗎 對 我有 但是非常危險 非常危險 上個世紀開始 非洲大陸成了新的淘金處女地 人人都想分杯羹 胡照營運的非法礦場 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冒出 三隻人手伸出水面 身體全卡在泥泥裡 2010年6月 加拿一處非法礦場發生災變 足球場大的大水塘 瞬間淹沒 大家的淘金夢 我們是在河道上 我們是在河道上 煮起土蹄 然後將水抽乾 再由工人們深入挖掘到底部 找尋殺精 加拿的非法礦場 揚春簡陋 更別提有任何防護措施 沒想到河水潰堤灌入挖坑 來得及跑得身上沾滿淤泥 臉上仍緊握未定 但絕大多數都反應不及 慘遭活埋滅定 事件發生後 當局調來抽水機具 但徒浪無功 150人不幸罹難 最後只找到17具遺體 家屬拿出照片 感嘆造化弄人 最可怕的是災變現場 因風怒嚎 歸易氛圍 籠罩整個村落 附近居民爆發逃難潮 他們說夜裡聽到了恐怖聲音 當夜裡 你聽到他們 他們說 我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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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靜亮 非洲第二大的加納 成為陶金客的新天地 他們引進大型機具 不斷抽取核殺 氫化物等化學物質污染水源 最嚴重的是 他們利用拱提煉黃金 為了這一顆金子 不少人罹患拱中毒 非法礦場 害人不淺 就連總統都宣誓 嚴加取力 那這其中有太多的官商勾結 見不得光 加拿當地的公民記者偷拍直擊 打算揭開 寵陋的那一面 他先喬裝成求職者 潛入非法礦場 看到許多女人與小孩 在這裡打完工 到了領薪水的時間 一天的工資 每個人只領到六美元 合臺幣才180元左右 為了更深入了解 非法礦場運作 這回拿麵裝成為礦場業者 直接找上直把員警 打通關 對方不及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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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揚稱要規避軍警取力 接著掏出一大堆鈔票 我只要掏出一大堆鈔票 他總共掏出 河台幣7500元現金 援警趕緊拿張紙包裹起來 但要打點的 還有軍方的指揮官 似乎怕被別人聽見 指揮官要他靠近小聲講 左手插腰 心裡似乎有所判算 掌是這樣講 但有錢能是鬼回末 最後 指揮官收下河台幣3600元 費用 關於收受賄賂 過程卻被錄下 要想報導一出 巨國嘩然 只是 記者追出被防礦場的真相 但對2010年那場災變的 罹難者家屬來說 負慰作用似乎不大 當被問到 會不會再讓兒女冒險採金 答案很無奈 擦乾眼淚似乎只能接受負命 根據加納法律 只有本地人才能申請採礦權 但他們恐怖資金 只能仰賴大國勢力 合法掩護非法的結果 合法掩護非法的結果 穿土地甚至是人 只能不斷地遭受荼毒